在云林斗六有一间被称为巷弄尖惊喜的专业法式甜点餐厅 经过前三年的冷淡经营 业者在父亲的支持下越走越好 有网友说如果来到斗六没有吃到这间法式甜点 就好像根本没有来过一样 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好口碑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来自云林轮贝哈密瓜制作的哈密塔 林内草莓园的草莓塔 还有来自古坑果园的老妈妈柠檬塔 这些都是这家位于斗六的法式甜点餐厅最夯的产品 还有这个法式千层派 那我们每次要来的时候就好像小学生以前要远逐 然后先盼望着盼望着好几天 然后到要来的那一天达到最高点 那来了以后说实在的 换了家里事业甜点 就像一幅又一幅的创作 我的爸妹 就舍不得把它切下去 可是必要朋友介绍来吃 然后现在还没做 所以就介绍两位朋友来吃 然后最喜欢的是布朗普蛋糕 餐厅以白色为主 采用法国人爱雕花的设计概念 餐厅业者李家田和姐姐一起到了法国 学了一年的甜点和厨艺后回台开店 三年来经过不断的改良修正 加上家人的支持 终于苦尽甘来 搭向名号 那时候我们一起去的时候 其实生活费并不多 然后我们主要 因为学费时就占大物上的给予 那我们主要就是 每天就是放学之后 就是带自己坐成虎回家 然后我们就是吃这些东西 然后主要的那些零用情绪 就是就是我们就是很疯狂 就是每一个那个大国的牛店 就是像姐姐她就是进去 然后就点凝点凝点 然后就点十几个蛋糕就回家 这样吧 就是回家分享一下蛋糕 这个乡下 自己的家 三五年 三五年后再赚钱也不骂 所以你就不要急着要赚钱 你就把品质够好 把那个口味做好 然后消费族给你广告回来 你就立方白之地 我生活在乡下真的 这台势要做真的很困难 你说你这一年增加的粗糙 你要做这一年高级的 年轻的 有没有人我都会这么想 你一个天天就能够买一个面团了 很少人会接受 有一些学生来看看 怎么这么贵 我就够出来了 符合台湾人口味的精致法式甜点 获得了在地乡亲的肯定支持 下次当您来到云林斗六 不妨也来寻找品尝一下 这甜美讨喜的巷弄间惊喜 新唐人亚太电视料理分 陈瑞兰 台湾云林采访报道 不妨也来到